欢迎世界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英国市场研究机构德勤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由于持续高通胀 迫使不少家庭精打细算压缩开支 英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已经降至该机构2011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点 德勤依据9月17号至18号 对超过3200名成年人的调查 发布第三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 英国《台务时报》本月24号援引调查结果报道 这是这一指数连续5个季度下滑 由去年同期的-9.7降至-20 鉴于越来越多的英国家庭缩减开支 预计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假期 这一指数将进一步下滑 而往年这一时段通常是消费旺季 依据德勤调查 眼下30%的英国消费者正在减少支出 比上一季度高9个百分点 其中58%的人说这么做是为了省钱 另外57%的消费者在家减少能源使用 40%的女性减少服装服饰方面的支出 39%的人减少外出和休闲活动 由于消费者光顾餐饮和娱乐场所的次数减少 第三季度消费者休闲方面净支出 环比下降两个百分点 至-12% 22%的受访者已经或者是计划停止订阅奈飞 或迪士尼加流媒体平台等娱乐平台 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9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1% 处于40年来高位 为抑制高通胀 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9月下旬宣布 将基准利率从1.75%上调至2.25% 这是去年12月以来英国央行第7次加息 周二上午 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第二大城市 梅利托波尔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 爆炸于8点30分 在梅利托波尔市中心的 伯丹赫梅利尼茨基街上 该市目前由俄罗斯军队管理 爆炸石油亭在当地一家电视台附近的 一辆汽车内的爆炸装置引发的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该市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件 目前还不清楚谁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 乌克兰和俄罗斯官员都说 这次爆炸似乎是针对该地区的领导人 叶弗根尼巴里茨基 2022年机器人商业会议和博览会 上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 圣克拉拉会议中心举行 展示了美国机器人设备的最新发展 因为自动化行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次会议上 机器人设备展示了投掷和接球的能力 玩井子游戏 甚至还可以为人类测量压力图数 此外 一些机器人系统还展示了处理脆弱物体 和避免溢出的能力 因为随着机器人逐渐进入工作场所 避免碰撞是机器人的一项优先事项 在展会上 一个名为Digit的机器人最引人注目 它是第一个正在执行现实世界任务的双足机器人 该机器人的开发商 敏捷机器人公司表示 这种机器人 现在可以在福特汽车公司拿起货物 并且进行送货 Digit的机器人实际上没有投 而是弄了一个传感器 因为那里是最完美的位置 但是敏捷公司说 它不想发出错误的信号 让人以为这个机器人是用来进行某种对话的 相反 它是用来做真正的工作的 当前版本的Digit价格为25万美元 考虑到Digit在5到6年内几乎不间断的工作能力 敏捷公司计算出Digit的25万美元价格 相当于每个小时挣11美元的人类空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塞尔卡纳尼周一表示 伊朗不会在美国的恐吓和挑衅下做出让步 卡纳尼在每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美国的行为是虚伪的和正式的谎言 卡纳尼说 美国一次又一次的发出自相矛盾的信息 他一方面宣称不可能回到协议 或者是说谈判已经停止 或者说他们已经没有计划 另一方面又通过不同渠道反复发出信息 强调他们准备回到协议 卡纳尼说 伊朗一直致力于恢复和协议的谈判 但前提条件是美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伊朗于2015年7月与世界大国签署了核协议 正式名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同意遏制其核计划以换取取消对该国的制裁 然而 华盛顿在2018年退出了该协议 并重新对德黑兰实施单边制裁 促使后者放弃其在该协议下的一些承诺 2021年4月 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始了关于恢复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会谈 自8月初举行的最新一轮维也纳会谈以来 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据瑞典电视台当地时间10月25号报道 在位于波罗的海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后 密集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瑞典丹麦德国都向伯恩霍尔姆岛和卡尔斯克鲁纳之间的波罗的海地区 派出了一些调查船 当地时间25号 英国新任首相李希·苏纳克 在唐宁街10号发表就职演说 称将会用行动团结国家 他还表示准备好带领国家走向未来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